刚刚这样子一个内容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做好一份简报 先把自己的影片内容呢 先放在什么地方 先用手机 然后一张一张抓下来 也就是您手机会不会拍照 会不会去抓截取画面 如果不会的话等一下你再问 可以吗 请问你手机会不会截取自己的手机画面 我们就是要那几张画面 然后来做成类似这样子一份简报 然后最后我就直接把它输出成影片 所以我们现在要先来学会 如何假设您今天 你要照我这样子一个教学 你要做什么 这一部影片的第一张 第一张头影片 第二张 第三张 所以这一段是我要 请你们一定要学会的 可以哦 那现在就要请你们 动手来去做 就是手机的拍照了 好 来 请你们 接下来可能就不是看我的操作了 而是用你的手机 用你的手机来去做 我刚刚所讲的这些动作 请你先去抓这些图片 抓这些图片 那因为我会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做出来的影片都是不一样的 举例来说好了 像例如说 一号 一号在区公所嘛 那你就做区公所一个变名的公布影片 你自己去思考 那例如说二号在护证 那例如说你就去思考你要做什么影片 是变名的 以此类推可以吗 例如说好了 那个台北市商业处 那您是不是可以去思考一下 民众来申请什么 是最多的 就做那一部影片 那我要那一部影片里面几个重要的画面 先把它抓出来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请你们先拿出你们的手机 然后来抓 截取那几张图片